酒醉鬧事還私闖民宅 有一名男子他喝得爛醉 行經花蓮東大門夜市附近一間美甲店 突然間情緒失控 拿起煙灰缸砸壞店家大門 還擅闖民宅 嚇得被害人立刻報警處理 男子醉醺醺醺的拿起煙灰缸 砸向美甲店的玻璃大門 下一秒還闖入店內 而遭受波及的店家還不止一間 怎麼了 老闆娘緊緊勾住男子的手臂 將人搶拉出店內 明明互不相識 卻遭人私闖民宅 嚇得老闆娘報警處理 男子喝得爛醉 無視警方訓問 整個人趴在椅子上 直到原警大聲呵斥 才乖乖就范 酒醉男子深夜鬧事 鬧得附近居民人心惶惶 發生在十號晚上十點半左右 一名無姓男子 在花蓮的東大門夜市附近 不斷徘徊 他先丟煙灰缸 砸回某間美甲店的大門 趁著酒意又闖入一旁 熱潮店的私人住家 種種脫勢行為 引起民眾不安 被害人表示 不認識該名男子 並向其提出迴損 及侵入住宅等告訴 所以警方依法將其逮捕 偵辦 男子黃湯下肚大鬧店家 還私闖民宅最佳一等 全案將依毀損 和侵入住宅等罪嫌 移送偵辦 記者陳今夜花蓮報導